聯合科學委員會之一 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 在衛生防護中心轄下聯合科學委員會開會前指出 本港60歲以上長者每天因感染新冠入住 公立醫院人數的高峰值是一波比一波低 由去年BA2的日均1400人逐步回落 劉宇龍又指現時有證據顯示 感染者體內的殺手T細胞 學在一至兩天內將身體被騎劫的細胞殺死 令病毒量急降 現時有不少市民已曾感染三四次 加上不少專家也認同本港接種率不低 而且兩款疫苗均有效 因為T細胞發揮作用 已經不是靠中和抗體 再感染重症及死亡風險也會逐步下降 而對於今天會否討論全部三款新針引入香港 他指會前不便透露